苏诗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清天 诗歌就是对历史世界的反省 因为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文字 是靠诗来把它提升得更加的美 更加的好 诗是对于历史和当下生活的 文学逊的哲理思考 把那生诗歌节关记你 今天哈喽纽约客走进诗歌 走进生活之美的系列节目 我们是走进法拉圣诗歌节的二号参赛选手 早早 还提时 故乡是小小的滨江之城 山明水秀间的惬意所在 却是成不下太多的美景 装不下太多的理想 他年纪很轻 歌大毕业 在他这个年龄阶段里 对于喜欢中国诗歌的年轻人来说 可以说是个少数派 好 Daniel 你现在有语言 随着风婆婆 那今天我们到来的其实是他的一个学习中心 他现在正在这里面教ABC 或者是在美国长大的青少年朋友们 学习中国的现代诗歌 你好 你好 早早 我们是美国中文电视 哈喽纽约客 你好 是 你好 这两个都是熟面孔嘛 一看都是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里走出来的小天才们 今天来到这里是跟你一起来学中国古诗词 没错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以唱歌为主 那之后呢 他们了解到语言的艺术 除了歌曲 另外一份很多来源于我们的诗老诵 包括一些诵读的部分 所以他们就来到我这边学习一些不光是古诗 还有现代诗的朗诵的诵语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清天 但愿人长久 千里够缠绝 他现在就在自己做一首他的诗 对 现在是他在把他已经写好的 把他复述出来 把他写出来 我可以看到他现在写的诗上面 其实全部都是用这个拼音来表示的 没错 没错 那然后你需要读他的拼音 然后来猜测他的意思吗 他是三岁时候过来的嘛 然后他说我感觉很陌生 刚来的时候很陌生 很孤独 那我们就要给他找一个意象 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们想到说能够漂洋过海的常用的意象 就是我们讲的蒲公英的种子 因为随着风它会散播出去 对 你是在启发它的想象力 对 没错 然后让他用一些比喻的方式 对 比较唯美一点的方式 把他的想法说出来 其实孩子的比喻比大人要好很多 你会发现 我是一颗小小的蒲公英的种子 离开了母亲的怀抱 2015年 王早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双语硕士学位 由于早年在中国的新东方学校当过口译老师 所以王早早一直将教书与人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一部分 不同的是 在中国他教学生们英语 而在这里他教学生们学习中文 最近半年 他将中国诗歌也纳入到了自己的教学内容中 这与他在美生活的经历不无关系 哈喽纽约客 马上带你走进 当你在异乡扎根之后 你会时常想起故乡 尤其是以我本身的职业来讲 我是做双语主持人的 那我们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同行 在舞台上你会看到很多的东西都被最大化戏剧化的扩张了 那我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一些唱到这个祖国歌唱祖国的歌曲的时候 我的情绪就会上来 然后有的时候像比如说有一些代表团出来演出 那像文化中国他们比如说 我们的安徽代表团就会有唱豪梅戏 那是我的家乡戏 当我在异国他乡 台下很多是各种肤色的观众的时候 这种文化上的冲击力反而会让你反观自己的来路 这个诗呢 就是他表现的主题 就是一个从小的城市 然后毕业出来有机会出国留学 然后呢 接触了那个东西 但是他想起他故乡的那个那种比较简单 捕食的生活跟外头比有很大差距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东西 而且在你对比的时候 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写了当代题材了 我觉得他这个诗呢 确实是有感而发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在描述上 其实可以更简短 更明确 有点拖沓的诗就长了 那诗歌还要告诉你一个 诗歌是不是急求成的 微信的诗歌现在太容易发表 啪就发出去了 其实诗歌需要打磨 需要沉淀 因为当你写一首诗的时候 你整个感情进去了 是吧 写完了以后 你觉得一句都不能改 可是放两三个月以后 你再拿出来看 你就发现有很多都是累赘的 所以你要让它沉淀以后 拉远了 你变成一个读者的时候 你觉得它欠缺什么 关于思乡的古诗词呢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最熟悉的 小朋友背的最多的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这个举头望明月 底头四顾香 这个是最普遍的 还有春风 幼绿 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有前两天我才交给小朋友一首 相依无改 并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相闻可从何处来 这个也是 那说到这个古诗 我觉得你跟它的缘分其实很深 可能是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能够介绍一下你最开始 接触的古诗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的父亲是语文老师 所以呢 我自然在语文方面 会投入更多的精力 接触到了一些现代诗 那现代诗可能跟我那时候的 生活更近 更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感情 所以在这个学生时代 就会自己写一些小诗 偷偷搞啦 参加一些比赛啊之类的 说起现代诗 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诗人 我很喜欢故城 其实尤其是他那个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他寻找光明 那种感觉就是 人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感 还有比如说像孩子 孩子其实是我们安徽人 安徽安庆人 那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是另外一种生活的状态 所以不同的诗人 给我带来的是不同的感触 包括像书庭的志向树 绝不像攀缘的林香花 借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这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平等的态度 所以在每一首诗当中 都会学到一些东西 人生得意时 人生失落处 一句家乡话 不必金玉良言 一碟家乡菜 不必珍羞美味 一首家乡摇 不必传唱千古 一段家乡曲 不必荡气回肠 一杯家乡酒 更不必重江玉叶 一点家乡物 不必价值千金 便是最好的味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任 什么侠?"